在黑道圣徒一代的故事结束之后 主角虽然从圣徒帮老大的炸弹袭击中幸存了下来 但却陷入了长期的昏迷 并被关押在了一个小岛的监狱里 另外由于主角在炸弹袭击之中被毁容 所以监狱还免费给主角提供了一次整容服务 这也就解释了本作的主角 为什么看起来会和一代的主角有些不一样 等主角醒来后 一个头戴紫帽的小哥主动和主角攀谈了起来 紫帽小哥说他哥哥是圣徒帮的人 他从他哥哥那里得知了主角的事 所以他就故意被关进这所监狱 打算找机会把主角给营救出去 主角和紫帽小哥攀谈之后 觉得紫帽小哥好像不是在骗他 于是他就加入了紫帽小哥的越狱小队 开始了逃离监狱 主角先是给了医生一个碎蛋梯逃离了医务室 接着到天台抢来一把手枪 用手枪打爆了一架直升机 然后一路杀到监狱岛的小码头 抢来了一艘小船 并用重机枪干到了追上来的御警 最后成功回到了久违的故乡 商业之前 紫帽小哥告诉了主角两个关键信息 第一个关键信息是 一个名叫吴尔托的服装公司 在圣徒帮的基地被政府拆迁后 获得了很大的发展 现在的吴尔托服装公司 不仅变成了一个财团 而且还拥有着精良的私人武装 更厉害的是 他们还和警方展开了合作 而第二个关键信息则是 圣徒帮现在已经被解散 原来的领土一分为三 分别被三个全新的帮派接管 这三个帮派 一个是由南方红脖子建立的新兄弟会 另一个则是由雅买家人建立的悟毒帮 还有一个由日本人建立的浪人帮 了解完城里的情况后 紫帽小哥就和主角告了别 而主角则前往了酒吧 在电视上得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电视上说 圣徒帮老四因为谋杀警察局长失败 所以被抓了起来 并且被恕罪并罚 很可能被判死刑 这个警察局长 也就是一代中的圣徒帮老二 他在圣徒帮解散后 因公升职成了警察局长 所以圣徒帮老四才会要去谋杀他 得知圣徒帮老四有难后 主角于是就立即杀到了法院 然后控制住法姐 把老四从法院里给救了出来 事后主角就和老四一起 来到了老四女友的豪宅里商业大事 二人经过简单的讨论后 决定重建圣徒帮 并打算用老四女友的豪宅 来充当圣徒帮的基地 但却遭到了老四女友的拒绝 于是二人就驱车前往了一个废弃的商业街 然后清理了霸占这里的流浪汉 最后把这里当做了圣徒帮的新基地 新基地搞定后 老四就提议说他们需要更多的人手 于是主角就火速杀到市区 找到了紫茂小哥 替紫茂小哥拖走了欠钱不还者的汽车 让紫茂小哥成为了圣徒帮的老六 然后主角又去见了一个辣妹 给辣妹演示了一下如何正确的开车 让辣妹成为了圣徒帮的老七 最后主角还去拜访了一个黑人小哥 并替他干掉了几个浪人帮的小弟 让黑人小哥成为了圣徒帮的老八 等主角带三个新招的小头目回到基地后 圣徒帮老四也成功招募了一批杂鱼进来 然后主角就开始了驯化 让老八负责对付浪人帮 老七负责对付乌毒帮 别让老六来对付新修力会 新修力会的老大得知圣徒帮打算搞事后 就主动联系上了主角 让主角停止战争和新修力会联手 并提议二八分成的方式一起发财 主角起初觉得新修力会老大还挺实相 但当主角得知分八成的人是新修力会 而不是他后 就立即改变了想法 打算第一个就弄死新修力会 之后主角为了灭掉新修力会 于是就续绑架了新修力会的修车工 也就是一代故事里的飞车党老三 让他帮忙炸掉了很多新修力会的战车 然后主角又去核电站偷了一批核废料 并将核废料放在了新修力会老大的纹身材料里 事后新修力会老大为了感谢主角的好意 于是就去抓住了圣徒帮的老六 并把老六绑在了车后面 让其在地面上不停的摩擦 主角得知此之后立即驾车前去营救 但当主角救下老六后 老六却已经被折磨得不成人样 最后主角在确定了老六已经无药可救后 有一枪波浪痛苦的老六 帮其解脱了痛苦 送别老六后 主角就去绑架了新修力会老大的女友 并把他塞进了一辆车的后备箱里 然后把车送进了怪兽卡车竞技场 等怪兽卡车的比赛开始后 新修力会老大一个油门下去 就直接砸在了女友所在的车上 让自己恢复了单身的状态 起初新修力会老大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他看到主角出现在竞技场后 上来就想把主角给爆吹一顿 但当他用主角给的钥匙打开后被箱后 他在搞明白主角这个人到底有多坏 另外更令新修力会老大感到雪上加霜的是 警方最近对新修力会展开掩打 抓了很多他们的人 于是为了解决新修力会的困境 新修力会老大就去见了乌尔托财端的小领导 让其帮忙给警察局长施压 最后把新修力会的人全都给放了出来 但没想到主角得知这一消息后 立即展开行动 在半路上截杀了球车 把新修力会的骨干们杀了个片甲不留 另外主角还去抢来了新修力会刚买的武器装备 大大加强了圣徒帮的火力输出 然后主角就带小弟们朝新修力会发动总攻 派大军攻下了新修力会的码头总部 接着在楼顶找到了首次加特林的新修力会老大 和他展开了最终的决斗 新修力会老大的加特林不仅准 而且伤害也很高 所以主角先是一顿乱夺等待对方换弹 然后利用换弹时间进行反击 很快就击败了新修力会老大的第一形态 等新修力会老大坐上怪兽卡车变成第二形态后 他的战斗力就会下降很多 最后被主角用火箭筒一顿乱炸轻松击败 征服新修力会后 主角就把矛头对准了巫毒帮 主角先是从老七这里了解到 巫毒帮的经济支柱是造谜换药 然后主角就火速去干掉了巫毒帮的药贩子 接着又去摧毁了巫毒帮的制药工厂 重创了巫毒帮的经济支柱 巫毒帮老大得知此事后 于是就让老七的前男友去绑架了老七 对圣徒帮展开了反击 主角得知老七被绑后立即展开行动 火速杀到了老七前男友的基地 先是用闪光弹闪下了老七的前男友 然后将其击杀把老七给救了出来 巫毒帮老大得知此事后震怒 于是立即派手下把主角给绑了过来 并给主角下了迷幻药 然后巫毒帮老大就向主角表达了自己对圣徒帮的不满 接着命令小弟们干掉主角 主角见状立即押住巫毒帮小弟的手枪 并用巫毒帮小弟充当入店跳出了车外 摆脱了巫毒帮的追杀 主角脱险之后 就立即去破坏了巫毒帮用来供货的直升机 彻底瘫痪了巫毒帮的经济 让巫毒帮老大非常生气 所以巫毒帮老大就割掉了巫毒帮祭司的一只耳 让祭司快想办法解决到圣徒帮 巫毒帮祭司的令后就去扇动了城里的瘾君子 说是圣徒帮抢走了他们的迷幻药 让瘾君子们朝圣徒帮发动了攻击 但却很快被主角击退 战斗结束后 主角就用一箱迷幻药 从一个瘾君子的口中套出了巫毒帮祭司的下落 然后主角就杀到了巫毒帮祭司的基地 在这里和巫毒帮祭司展开了激战 巫毒帮祭司因为会使用巫术 所以主角一开始根本无法对其造成任何伤害 但当主角揭露了他手里的施法工具后 却意外地破解了他的无敌技能 另外等主角战胜祭司后 祭司还会不停地复活 最后主角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于是就砍掉了祭司的脑袋 这才彻底终结了祭司 解决完巫毒帮祭司后 主角又杀到了市区 用bug和火箭筒扎爆了巫毒帮老大的战车 给巫毒帮也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搞定其他两个帮派后 主角就和圣徒帮老四 还有圣徒帮老八一起去突袭了烙人帮的赌场 烙人帮老大他爸得知此事后 就立即坐飞机从日本杀到了美国 然后让烙人帮老二去老四家里 绑架了老四的女友 等主角和老四回到家后 老四女友立即警告老四小心 导致烙人帮老二一刀砍死了老四的女友 然后老四就和主角与烙人帮展开激战 战斗中老四负责和烙人帮老二对刀 而主角则负责与烙人帮对枪 当时的场面一度十分的混乱 最后老四不小心中刀 而烙人帮老二则趁机逃离了现场 事后主角就赶忙把老四送往医院抢救 因为抢救了极时 老四索性保住了性命 然后主角就立即去找烙人帮老二单挑 最后咔咔两刀砍死了他 值得一提的是 本关的设定非常离谱 因为你不能主动攻击 只要你主动攻击就会被反击 你只有在对方要攻击到你的一刹那 按攻击键进行反击 才能给对方造成伤害 而且一旦你没有反击成功 就会触发敌人的无限连击 最后活活被敌人连死 也就是说 本关如果你不适合很多次 根本就过不去 干掉烙人帮老二后 烙人帮老大暴怒 于是他就在圣头帮给老四女友举办葬礼时 当然向圣头帮发到了偷袭 但由于圣头帮老大狠菜 所以偷袭行动很快就宣告失败 最后老四为了惩罚烙人帮老大 破坏了他女友的葬礼 于是就把烙人帮老大埋在了土里 化作了春泥 干掉烙人帮老大后 华人帮老大就过来给主角道谢 因为烙人帮老大曾经弄死了华人帮老大的狗 所以他很感谢主角能替他的狗抱出血恨 并和圣头帮成为了盟友 烙人帮老大他爸得知 华人帮和圣头帮结盟后非常生气 于是他就在唐人街举办庆典时 找到了华人帮老大 逼华人帮老大和他比剑 主角得知这一情况后 立即杀到唐人街去营救华人帮老大 但等他赶到现场后 华人帮老大却被烙人帮老大他爸一刀砍飞了出去 主角见状立即挺身而出 用对付烙人帮老二的方法对付烙人帮老大他爸 最后也是咔咔两刀将其砍死 战胜烙人帮后 圣头帮再次一统天下无人能抵 不过当主角再次一统天下的同时 乌头尔财团则将目标锁定在了黑帮的身上 因为黑帮的存在不仅严重影响了市民的安全 而且也损害了乌头尔财团房地产生意的利润 于是乌头尔财团的小领导就给董事会提议 让董事会批准了针对圣徒帮的斩首行动 这天主角正迈着愉快的步伐来到了熟悉的酒吧 他来这里并不是为了喝酒 而是为了能多看他心爱的女孩两眼 但就在主角享受着这来之不易的幸福时 乌头尔财团的特种兵却突然杀进了酒吧 主角见状赶忙将心爱的女孩拉出吧台 因为他担心特种兵的子弹会引人吧台的烈酒 但没想到特种兵却直接将子弹射向了女孩 残忍地杀害了他 主角见状赶忙点燃泄露的烈酒 然后杀出一条血路逃离了酒吧 事后主角为了替心爱的女孩报仇血恨 于是他就去炸毁了乌头尔财团的秘密武器研究所 导致乌头尔财团的董事会成员们开始反思 觉得去招惹圣图帮也许并不是一个好主意 并把错全都怪在了乌头尔财团的小领导身上 小领导见董事会成员翻脸不认人后 立即展开了报复行动 把董事会度假游艇的位置故意泄露给了圣图帮 然后主角帮他把董事会成员的人一网打尽 间接让小领导被提拔为了董事会的唯一负责人 不过还没等小领导把负责人的位置坐热 主角就和老四一起来到了他的就职演讲现场 本来老四是打算用巴雷特一枪举杀小领导的 但计划出现了意外 导致老四被暴露了位置 让小领导趁机躲进了一个戒备森严的大楼里 主角见状赶忙抢来了一架直升机 然后打爆了大楼的供电系统 最后飞进大楼的顶层一动乱射 把小领导打出了剧情状态 这时小领导就会哀求主角放他一马 而主角则反问小领导 说他找干嘛去了 接着一枪把小领导打出窗外 让其从高知坠落而往 回到圣徒2的故事 到此便彻底结束 更毛线 等虚假的这些名单结束后 主角就前往了警局的三楼 并在一个房间里 听到了三段五年前的录音 第一段录音来自圣徒帮老二和老三的对话 原来圣徒帮老三早就知道老二是警方的卧底 但他也打算背叛圣徒帮 加入乌托矮财团 所以他才一直没有拆穿老二的卧底身份 而第二段第三段录音 则是来自圣徒帮老大和老二的对话 老二说只要老大解散圣徒帮 那他就放了被一代警察局长扣押的老大 最后老大为了重获自由 于是就同意了和警方合作 但老大并没有选择去说服主角接受帮派的解散 而是在主角所在的游艇上安装了炸弹 因为他觉得主角太过固执 根本说服不了 只有杀死主角才能彻底解散圣徒帮 听完录音后 主角还在警局找到了圣徒帮老三的电话号码 并拨通了老三的电话 老三得知是主角拨通了他的号码后 就让主角前往一代的教堂等他 说他有办法可以让主角见到圣徒帮老大 然后主角就前往了一代故事里的老教堂 但他却并没有在教堂里见到圣徒帮老三 反而是见到当初要把他炸死的圣徒帮老大 仇人见面愤怀也红 主角见到老大后 阿话不说就把老大抱作了一顿 但这时老大却提醒主角 说他们中计了 圣徒帮老三把他们俩骗到这里 目的是想把他们俩一网打尽 因为圣徒帮老三现在是武团财团的高管 紧接着圣徒帮老三派出的特种兵 就赶到了教堂附近 于是主角就和老大暂时结盟 合力抵抗了特种兵的进攻 但等战斗结束后 主角却一枪击中了圣徒帮老大 圣徒帮老大说主角什么都不懂 圣徒帮统一其他帮派后 一样是换汤不换药 只有解散圣徒帮才能给社会带来真正的和平 但主角听后却不为所动 并一枪抱了昔日老大的头 黑道圣徒2的故事到此便真正结束 黑道圣徒2由一座黑街圣徒2 是由抑制工作室开发 THQ在2008年发布了该系列的第二部作品 本作除了发布了主机版之外 也将该系列带入了PC玩家的眼帘 但很可惜的是 PC版的体验不仅很差 而且Glitch和Bug也是多得离谱 至于本作的玩法 基本上和一代没有太大区别 都是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刷尊敬值 才能推动主线故事的进行 不过好的一点是 本作在战斗的过程中 引入了类似R14的监设视角 提升了不少游戏的战斗体验 而至于本作的剧情方面 个人觉得和一代非常类似 一样是征服三个敌对帮派 最后击败幕后黑手 另外在征服每个敌对帮派时 也一样是先破坏对方的经济 然后被对方绑架手下 接着木头手下惨死或营救手下 最后一举兼灭敌对帮派的流程 值得一提的是 本作的开发者为了让该系列 看起来没那么相同时期的GTA4 所以选择了一个相对卡通的游戏风格 不过虽然画面看起来是卡通了一些 但本作的剧情却比一代要黑暗不少 除了游戏中大量惨死的角色外 从主角在最后选择击杀一代老大这点来看 主角与为了和平而战 以及为了与和平而解散帮派的一代老大相比 只不过是个气量很小 牙子必豹的小混混 用这样性格的人当主角的游戏 在整个游戏行业中 应该也是比较少见了吧 好的 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喜欢的话 别忘了点赞订阅关注一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